人类探测器首探月球南极失败 印度航天紧跟中国步伐 发射于2019年7月22日的印度月船2号探测器 经过数日的太空飞行 于2019年9月7日在月球南极地区附近实现软着陆 可惜着陆失败 值得关注的是 印度科学家将软着陆点标定在月球南尾70度附近 比嫦娥4号更加靠近月球南极 印度选择月球南极作为软着陆点 是对月船1号探测器发现成果的进一步深挖 目的性较强 月船1号发现月球南极存在水平物质 一部分被锁定在矿物中 有了独立开发月船2号的经验 印度在2020年代环卫继续推进探月计划 鉴于我国嫦娥5号即将实施月球采样返回计划 印度航天下一步也会参照这个方式进行探月 也实施月球采样返回